你好,欢迎来到陪你读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的战争 战争和暴力冲突,可以说是人类自诞生以来,始终难以摆脱的灾难 它不仅牺牲了无数生命,造成了难以统计的物质损失 还频繁让人类文明进步的历程停滞,甚至倒退 由此,人类心中始终有一个难以解决的疑问 既然维持生命和基因的延续,是生物的共同本能 人类的文明程度和物质丰富程度也在不断增长 为什么战争和暴力冲突依旧存在 战争虽然带来破坏与灾难,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 也就是推动了国家的诞生与技术的发展 从而反过来保证了和平,使人类逐步远离暴力与杀戮 战争和暴力冲突,从某种意义上根植于人类的基因之中 是长期生存演化的产物 所以,要想了解战争与暴力冲突的起源,那么必须离开文明高度繁荣的当代人类社会 回到非洲,这个我们遥远的祖先所生活的环境中 来观察下人类祖先的近亲,灵长类动物 通过观察他们的行为模式,来推演和了解 为什么原始人类会对自己的同类使用暴力 最近几十年来,随着动物观测技术的进步和野外田野调查的深入 动物行为学家吃惊地发现 人类的近亲,野生黑猩猩并不是一种热爱和平的生物 而是频繁爆发着残酷的暴力冲突 最先揭露这个残酷事实的,是著名的野生动物学家珍妮 古道尔,她在坦桑尼亚境内对野生黑猩猩进行了长年详细的观察研究 和其他专家一样,古道尔起先也认为 黑猩猩是过着一种和平,与世无争的种群生活 但很快,这种幻象就破灭了 古道尔发现,黑猩猩种群之间的暴力冲突非常常见 不但会对误闯自己领地的同类进行袭击 更会越过领地边界,对其他种群进行偷袭 古道尔观察到,从1974年到1977年 一个代号卡萨凯拉的黑猩猩种群 开始频繁和附近领地的卡哈玛种群爆发暴力冲突 卡萨凯拉种群的成年雄性黑猩猩 开始对卡哈玛种群的雄性进行有组织 有预谋的袭击和谋杀 第一次袭击发生在1974年1月7日 卡萨凯拉种群的几只雄性 偷偷越过了自己的领地边界,进入了卡哈玛种群的领地 并围住了一头代号割地的雄性黑猩猩 用爪子,尖牙和石块杀死了他 在接下来的四年内 卡萨凯拉种群一共杀死了卡哈玛种群 全部六只雄性成年黑猩猩和一只雌性 还有三只卡哈玛种群的雌性黑猩猩 在被强奸和殴打之后 被迫加入了卡萨凯拉种群 最终,卡哈玛种群宣布灭绝 领地被卡萨凯拉种群全部吞并 由于这场血腥的杀戮发生在坦桑尼亚的贡贝国家公园 所以,动物学家们将其命名为贡贝战争 不过,有些动物学家认为 贡贝战争是一个意外 有的说,是科学家频繁进入黑猩猩栖息地 为了亲近黑猩猩,给它们卫视相交 才让原本爱好和平的黑猩猩变得暴力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黑猩猩种群之间的暴力冲突被发现 动物学家和人类学家才不得不承认 可能灵长类的基因里 就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残暴天性 以刚才提到的黑猩猩卡萨凯拉种群为例 在18年中,它们的领地面积扩大了三倍 然后每个雌性怀孕的间隔年份 从6年缩短到了4年 此外,一些人类学家曾经假设是人类频繁的活动 压缩了黑猩猩的生存空间 造成了食物短缺 进而引发了暴力冲突 但观察下来,似乎不是这样 根据动物学家的统计 无论食物短缺与否 黑猩猩种群间的暴力杀戮频率似乎没有太大变化 所以,作者莫里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推断 那就是,这是一种符合生存与进化博弈的策略 从而在灵长类的大脑中 以某种神经奖励的机制固定下来 人类在遇到这类状况时 我们身体里的肾上腺 就开始大量分泌一种叫去假肾上腺素的激素 促使大脑中的性人和开始活跃 让我们的身体迅速进入战斗 还是逃跑的快速二选一状态 无论是逃跑还是战斗 每个生物做出的选择都会影响它能否存活 从而顺利地把基因传递给下一代的概率 所以,总体上看 那些有利于基因传递的行为 最终会压倒那些不利于基因传递的行为 一代代地延续下去 镇刻在生物的本能之中 在公元前一万到公元前五千年之间 人类逐渐学会了种植作物 尤其是在欧亚大陆位于北纬20度至35度之间的部分 以及北纬15度到20度的美洲大陆 这个地带被作者莫里斯称为信运纬带 因为这里土地质量高 气候宜人 而且,在已知的56种植的银种驯化 种子在10毫克以上的野生植物里 有50种分布在这个所谓的信运纬带上 同样,在人类能够驯养的14种体重超过45公斤的哺乳动物里 有9种也分布在这里 农业和畜牧养殖业的诞生 给早期人类带来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那就是可以获得持续而定量的食物供给 虽然战争的规模在持续扩大 人类付出的生命代价总数在上升 但好消息是 全球人口死于战争和暴力冲突的比例 却在逐渐下降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这是因为农业的普及让人类进入了定居状态 不仅全球人类总量在稳步上升 各个人类社群部落之间的地理空间距离也缩小了 如果贸然发动战争 难保敌人不会回来报复 狩猎时期的人类搬家避难比较方便 而到了农业时代,跑路的时候就会比较麻烦 你的田地,房子,粮仓,牲畜,各种坦坦罐罐 带走很麻烦,留下来送给敌人又很心疼 所以大家对待战争的态度就越来越谨慎 其次,大规模农业和建设的普及 让劳动力变得越来越珍贵 即使一个人类部落或者帮国征服了对手 也会发现,比起杀戮 让对手臣服于自己,保留其生命 换来他们长期的服务和生产是更为有利的事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在幸运纬度带之外的区域,规模更小 但更为血腥的杀戮依旧存在 所以,莫里斯总结说 人类逐渐远离血腥杀戮的首要推动力 就是和平共处与合作带来的收益在逐渐上升 所以,莫里斯总结说 农业的出现和普及是带来和平 让人类减少杀戮的第一个推力 让人类逐渐远离血腥杀戮的第二个推力 使技术进步 它让武器杀伤力越来越大 也变得越来越昂贵 从而让发动战争的风险性越来越高 但同时带来的回报没有显著增长 作者用辉红的笔法和独皮蹊径的视角 为我们带来了一部截然不同的战争史 从人类学、社会经济学等多种角度 解释了战争与暴力冲突的起源 演化趋势以及对人类文明的塑造与破坏作用 莫里斯虽然承认暴力冲突 是人类进化中产生的本能 但他也乐观地指出 战争本身并非不可抑制的破坏性力量 从长远来看 由于文明、道德与技术的进步 让战争这场死亡博弈中的收益 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而让人类逐渐远离暴力与战争 换句话说 单靠我们天性中的良知 以及对和平的渴望 并不能有效制止战争 而和平与合作带来的利益 却能做到这一点 在莫里斯看来 国家的诞生 兼具两面性作用 它既是制造大规模战争的源头 在的小规模暴力 随着政治与财政制度的发展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规模虽然在扩大 但由于战争破坏性的增长 以及成本的上升 战争发生的频率 以及造成的人口死亡率 也在逐渐下降 不过 进入21世纪以来 世界走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 全新动荡时代 它列举了一系列 可能引发大规模战争冲突的要素 首先是一些长期结构性变化 比如全球经济结构的重组 老龄化 人口增长带来的能源与食物危机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等 除此之外 还有一系列难以预料的黑天鹅事件 可能会摧毁人类来之不易的和平 比如气候变化 全新的大规模流行性疾病等等 另外 随着人工智能自动控制技术的迅猛进步 各种武器的控制和使用 逐渐呈现出无人化的趋势 莫里斯认为 这次新技术革命 很可能改变人类十万年以来的战争与冲突法则 所以 在这样的灾难到来之前 人类必须首先反思于修改自己 关于战争和冲突的基本理论与认知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感谢收听陪你读书 我们下期再见